象征是什么 您说说 象征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形式 那就是靠说嘛 它的作用是让您开心 让您乐 我们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赏 这是高级的 这是最高境界 雅代表的是品位 俗才有渗透力 不要说必须只是单纯的追求了雅 那个对这门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 当然演员也得努力 演员用功 分内和外 怎么叫内外呢 对外来说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 这对 在这方面 于老师 不是我捧 您怎么着 在中国相儿界 算这份 我怎么没瞧见呢 您这手吞脸了 这份 不是 这份哪份 什么手势的 这份 您真捧我 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吧 琴棋说话 样样精通 没有 您太过奖了 你看你看你看 哪儿啊就 一说这不好意思 啊 好 好 好